大家好,我是老肉 今天来说最能代表亚洲的植物 就是水稻 那么水稻跟小麦完全不一样 小麦性格比较外向 从新月卧地一路扩散到了几乎所有温带地区 它也成了世界上种植面积最大的农作物 然后水稻完全是另外一种性格 它比较内向 虽然总产量已经赶上甚至超过小麦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 水稻主要还是集中在原产地亚洲 说世界上超过90%的水稻都是亚洲产的 所以才说是亚洲的标准 大多数亚洲人的主食都是大米 然后你想亚洲人口 有占世界人口的60% 再加上非洲和美洲也有主要吃大米的 所以全世界大约有一半人口 是以大米为主食的 在养活人口这方面 可以说它比小麦还重要 一点都不夸张 那么水稻原产于亚洲这是肯定的 不过具体到是哪个国家驯化的 这就有争有抢了 主流说法一直都是中国 这是最常见的水稻起源理论 不过印度那边也有个说法 说他们印度的水稻是自己驯化的 跟中国没关系 然后韩国也来凑热闹 说他们种水稻比中国还要早5000多年 就很离谱 所以水稻到底是怎么统治了亚洲的 就很值得说到说吧 另外水稻这种植物非常多样化 品种很多 而且市面上大米的种类也是多了去了 什么金米啊 鲜米糯米 还有糙米 配芽米之类的 总之有好多不同的叫法 这些米互相之间也有很多区别 所以要想搞清楚这些叫法都代表什么 咱先得了解水稻这种植物才行 所以今天这下 咱就来说水稻的传奇故事 那么说大米从形状上来分呢 大家明显能感觉到有两类 有些是短圆形的 有些是细长形的 这个应该都知道是吧 比如中国的东北大米 还有长江淮河流域 包括日本大米 韩国大米 这些温带产的基本都是短圆形的 蒸出来的米饭比较粘 这类大米叫金米 对应的水稻叫金稻 然后热带地区的水稻呢 你像是中国南部 东南亚 还有印度一般种的是仙道 仙道产的大米就是细长形的 叫仙米或者丝苗米长地米 你比如说印度香米 泰国香米之类的 这些都是典型的仙米 那么仙米蒸的饭 会比金米更干一点 更松散一点 这个稍微有点区别 然后不管是金米还是仙米 它们都有个特别的变种 就是糯米 糯米当中几乎没有直练淀粉 全是直练淀粉 所以它粘性特别高 你要是做年糕 做汤圆 还有粽子之类的 用的就是糯米 一般都用来做副食品 主食的话 像是大米饭 米粉 米线这些 还是以普通的金米和鲜米为主 那么虽然形状完全不一样 不过金米和鲜米 实际上是同一个物种 全名都是 中文名直接就是水稻 也就是说金稻和鲜稻 是水稻的两个亚种 是这个概念 然后从物种层面来说 其实除了水稻之外 还有一种稻 也被人类驯化了 这种稻叫光夫稻 是原产于非洲的 它的祖先跟亚洲稻分化的时间 大约在60万年之前 后来是在西非那边独立驯化的 驯化时间大约是3000多年前 比水稻差不多得晚了6000年 而且跟亚洲稻相比 非洲稻品种不太好 产量不是很理想 所以自从引进了亚洲稻之后 种的就越来越少了 西非当地可能也就 还有20%种的是非洲稻 市面上很难建的 所以大家日常生活中 基本都是亚洲水稻产的亚洲米 全都是同一个物种 然后水稻的生活学分类 是河本木 河本科 稻亚科的稻数 这属里面除了人类栽培的 亚洲水稻和非洲稻之外 还有25个野生物种 有二倍体的也有四倍体 那么这些野生物种当中 水稻的祖先是谁呢 是一种学名叫 Oryza Rufipogon的野草 中文名就叫野生稻 当然也有叫它鬼仔稻 或者红须稻的 因为它的碎芒有点偏红色 然后这些野生稻 虽然也产生一些种子 但是等它熟了 碎头自己就会碎掉 脱落掉 就跟野生的小麦一样 这也是河本科常见的 延续后代的方式 所以人类驯化水稻 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得让它的碎轴变结实 收获的时候不能碎掉 你像之前说过的 小麦玉米的驯化 也都有这个要求 所以在研究水稻起源的时候 碎头不易碎这个特征 就相当于是个驯化的指标了 那么接下来 那就来说水稻驯化的事 那么中国驯化水稻 最早的靠谷证据 是在大约一万年前的长江流域 比如湖南道县 有个玉禅岩遗址 被认为是最早的 种水稻的地方之一 然后在比如长江下游地区 七千年前的河姆渡遗址 也发现了古人种水稻的证据 当时就已经比较成规模了 另外长江流域 还有其他很多靠谷遗址 都发现过早期驯化水稻的证据 而且很多都是国际上 比较认可的考古证据 但除了中国这边 印度和韩国那边 也有自己的考古发现 而且他们发现的最早的证据 比中国那可早多了 都是一万五千年前的 甚至比新月卧地的农业革命 还要早很多 听者都悬化是吧 不过比较遗憾什么 就是这两家的发现 更像是自说自话 国际学术界并没有广泛认可 这些说法 那么跟考古发现相比 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还得是基因分析 在2011年的时候 美国一个团队发表了一项研究 研究人员对来自中国 印度 东南亚的59个种子 进行了基因分析 这里面既包括人工栽培的 金道和仙道品种 也包括了很多相关的 野生道的样本 通过分析他们的基因组 找出他们之间的关系 结果发现 所有栽培水稻的基因组里面 跟驯化有关的关键基因 几乎都是一样的 这些关键基因一般都跟米粒大小 米粒数量 一不一碎这些有关系 可以看作是驯化的标志 那么金道和仙道的驯化基因同源 这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它俩是来自同一次驯化世界 因为如果仙道是印度人独立驯化的 那这些驯化基因 它就不可能跟金道一模一样了 是这么个原理 然后研究人员分析了一些指标 一个是核甘酸替换率 另一个是分子中 用这些指标可以估算驯化发生的时间 最后得出了结论 说水稻驯化 大约发生在8200到13500年之间 最初驯化的是金道 是在长江流域驯化的 这跟中国的考古发现基本问候 然后仙道驯化 大约是在3900年前 而且确实是在印度驯化的 不过它不是一个独立驯化的概念 而是说中国驯化的金道 经过几千年时间传播到了印度 到了印度之后 它和印度本地的野生道发生了杂交 这才产生了仙道 也就是说仙道基因组里 关键的驯化基因是来自于金道的 它俩是这么一种关系 那么水稻被驯化出来之后 很快就传播出去了 往北传到了中国东北地区 然后是朝鲜半岛 日本 往南传到了中南半岛 之后再到印度 东南方向传到了台湾地区 然后随南岛民族扩散到了东南亚 和西南太平洋那些岛屿上面 可以说只要适合的地方 很快都接纳了水稻 也说明水稻确实是一种优良作物 不过在中国的华北 还有西北地区 水稻并没有形成规模 黄河流域的主要粮食作物 一直都是宿米 后来又引进了小麦 这个小麦那期提到过 那么之所以没种水稻 原因很简单 当然是缺水 是吧 那么这个事呢 就得从水稻的习性说起了 那么除了水稻之外 大家肯定也听说过旱稻 不过实际上 旱稻也是水稻的一个品种而已 跟水稻是同一个物种 只不过它们更耐旱 种的时候不需要淹水 所以叫旱稻 不过大部分水稻 还是采用淹水的种植方式 种在水田里的 所以这事呢 就让水稻显得有点另类 因为你看其他农作物的话 比如说小麦啊玉米啊大豆高粱这些 虽然它们也离不开水 但是都不能淹水 长时间淹水的话就烙死了 因为根系呼吸不到氧气 就会憋死 主要农作物里面 唯一就只有水稻 可以泡在水里生长 所以为什么水稻泡在水里就没事呢 是因为它们有其他呼吸方式 说水稻的静和液里面 都有微小的气稻 通气组织很发达 可以通过液片吸收空气 然后一直往下传到根部 让根系呼吸到氧气 也就是说它只要叶片能接触到空气 就可以了 所以有些深水稻品种 甚至可以生长在几米深的水里 它们就是随着水位拼命伸长 把叶子拖到水面上来 维持呼吸的 这是水稻最重要的超能力 那么有了这个超能力 水稻就有一些独到的优势了 你想它能耐水淹 但是杂草不能 大部分杂草在水里都存活不了 所以淹水期间就可以节省很多除草的工作 也少用很多除草剂 而且好多害虫也会被水淹死 还有这么个好处 另外水稻田淹水还有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增加土壤肥力 因为这种淹水的环境 非常适合固氮菌 固氮菌之前巨型玉米的一起提到过 这些家伙就喜欢缺氧环境 它们可以把空气中的氮气固定下来 就相当于给水稻施了氮肥了 所以跟其他农作物相比 水稻也可以少用一些化肥 这也是个好处 当然有好处 一般也得有点坏处是吧 水稻田要想实现这些优势 也有很多要求 首先一个它得相对平整 不然水灌进去水位就不均匀了 所以对整地这块的要求就比较高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灌溉用水的问题 说水稻田在所有农田当中的占比 大约是11% 但是全球灌溉用水的1%以上 都用在了水稻上 所有农作物当中最碎水的就是水稻 当然这个事儿 当然不能一概而论 因为一般都水资源充足才会种水稻 很多地方可能也谈不上浪费 不过除此之外 水稻田还有个争议 说它跟温室气体排放也有关系 因为淹水创造的缺氧环境 不光是固氮菌喜欢 另外甲烷菌也喜欢 所以水田里就会产生很多甲烷 就跟沼泽产生沼气一个原理 那么甲烷也是一种温室气体 而且它导致温室效应的能力 是二氧化碳的25倍 还有根据统计 全世界因为人类活动产生的甲烷当中 大约有12%是水稻田排放的 占比也算很大了 但是这个问题 和养牛液排放的甲烷一样 可能也是没什么办法 尤其大米还是人类最重要的口粮 填饱肚子用的 孰情孰众不言而喻 所以温室效应这块 我觉得就没必要让水稻一起背锅了 那么如果你去查全球水稻产量的话 可能会发现两个相差很大的数字 比如2023年有个数是8亿吨 还有个数是5.35亿吨 而且还都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 所以这怎么回事呢 这是因为大米产量 它分两种形式 这方面跟小麦不一样 首先小麦大家都知道 现在机械化都是一边收割一边脱利 收获归仓的小麦直接就是卖力 麦壳在脱利过程中已经被去掉 但是大米它在收割的时候并没有完全脱利 归仓的大米是带着稻壳的 刚才说的8亿吨这个数字 就是这种稻谷的产量 可以理解成收获量 如果拿收获量和小麦比的话 其实现在水稻产量已经持平 甚至反超小麦一点了 在粮食作物里面仅次于玉米 不过带着稻壳 那肯定不好吃是吧 得先到加工厂加工了才行 首先稻谷要先充分干燥 干燥好了再来脱壳 以前来说的话都是人力脱壳 用棒锤和石旧倒米把倒壳去掉 现在脱壳机一般是用两根浇滚 这俩浇滚转速不一样 一块一慢 这样形成一个摩擦力 把倒壳搓下来 是这么个操作 那么这道工序产出来两种产品 一个是搓下来的稻壳 也叫粗糠 再一个就是糙米 糙米从解剖结构来说的话 就相当于是小麦的卖力了 是这么个概念 那么糙米跟常见的白米一看就不一样 它颜色更深一些 更偏棕色 这是因为它表面还有一层外皮 叫米糠 对应小麦那边就相当于麦麸 小麦磨成面粉之后 筛出来的就是麦麸这一层 那么虽然糙米所含的维生素 矿物质 还有膳食纤维这些营养更全面 但是它口感非常硬 不好吃 煮饭也更麻烦 所以一般还得继续加工它 把米糠层也去掉才行 那么加工糙米的工序叫粘米 也就是研磨 通过这一步就能把米糠层磨掉了 磨下来的碎屑叫细糠 然后磨过之后的米 有些看起来还是颜色比较深 这种的是还带着一点糠皮 带着胚芽的米 所以叫胚芽米 那么胚芽米口感就没糙米那么硬 那么糙了 然后也还保留了大部分营养成分 看起来有很多优点 不过相对于白米来说 它口感上还是稍微差一点 玩事也更不好消化 而且保质期也特别短 所以市场上主流的大米 还是白米 也就是经过深度研磨和抛光之后 把所有外皮 包括胚芽全都磨掉了 只剩下胚乳的大米 主要就是提供淀粉 提供热量 这是大家最常见的大米 那么最后剩下的白米 从重量上来说 差不多只有倒骨的70%左右 然后加工过程肯定也有损耗 是吧 所以2023年收获了8亿吨 等加工完之后 差不多就是5.35亿吨了 是这么回事 那么因为胚芽米营养更全面 口感也还可以 所以现在有个流行趋势 就是提倡吃胚芽米 不过有朋友可能也发现了 就是胚芽米比普通米可贵多了 有时候能贵好几倍 那么它之所以这么贵 一个是它对糙米要求比较高 并不是所有的糙米都能加工成胚芽米 然后再一个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胚芽米不好保存 保质期一般也就两三个月 这对商家和消费者都适合过滤 供应量少 自然价格就贵 是吧 这也很正常 不过其实来说 我觉得大家也不用特意去追捧 胚芽米这个概念 因为虽然它营养确实比白米多一些 这个不可否认 但是多出来那些营养 其实其他食物很容易就能提供 但凡你多吃几口蔬菜水果 注意点荤素搭配也就有了 胚芽米贵那么多的话 其实真没必要 非得靠那点胚芽来补充营养 所以说 这大米饭归根结底 它就是个提供基础热量的角色 让世界上一半人口 别饿着肚子才是它的使命 好了 我们最后还是提醒一下 如果各位喜欢这个频道的话 别忘了点个喜欢 点个订阅 然后也可以考虑加一下会员 只需要两瓶可乐的价钱 就可以多看30期会员专项 还是蛮划算的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一下吧 请不吝点赞按赞 ANYONE Games op skeg 又请不吝点赞 改善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